大家好我是顾爱秀禅 今天是2022年10月20号复盘 带亮十字星 下跌中继还是将处理反弹 节奏如何把握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商政 商政的话呢 那么今天是给出跳空低开 然后呢盘中震荡 带有明显的上影线 出现这样的小阳星 量能的话呢和左的相比是有微微方量的 那么这个位置怎么去理解呢 首先用传统的量价关系来看 首先这个位置下跌 下跌过程当中像今天带亮 它代表的是下跌的途中有分歧 这个分歧的话呢 依多空双方来讲有一定的争夺 也可以理解为有一定的成绩 但是呢对应的从它的收盘 以及呢从当前的开线的这样的特征序列 来进观察的话呢 它还是一个向下的延续 那么今天呢盘中高点 并没有把昨天的阴线给覆盖掉 收盘的话呢也是收在昨天收盘价的下方 当前来看的话呢 还是明显的空头状态 所以说呢从这个维度来进行表达的话呢 量能如果说后面能够保持住 那么这个位置呢下跌空间有限 不排除呢会面有一个 调整出的一个向上反弹的动作 那么当前这个十字星来去观察的话呢 站起把它当成下跌中细的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即可 好 那么我们再用残论结构 残论结构的话呢 那么前面是一笔上 墙顶分 当前呢是属于一笔下的发展中来去看待 同时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前面从3424点位以来的话呢 对应的 它有一个作为日线先端下延 内部呢有日线的比中枢 日线的比中枢的话呢 它从级别角度来讲 它只是一个30分钟组织的中枢而已 那么这个位置的下跌和前面没有被迟 反弹的话呢 也没有进入前面中枢的下延 所以说呢 它是可以简约处理 是可以当成30分钟三脉的一个附近的节点的 那么后面的考验的节点的话呢 在日开层面来讲 一向下能不能形成一笔下 如果说呢 形成一笔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新的30分钟中枢的构建来去看待 好 那么呢 这是一个观察视角 如果说呢 这个没有形成一笔下 三根K线或者是四根K线之后呢 又往上 那么对应的 只是考验前面这个高点接不接触 以及 原先的一笔上能够延续 但是呢 一旦内部分钟级别有结构有被迟的话呢 那么再去把握它的一个买卖点的节奏 当前来看的话呢 这个位置还是向下一笔的发展中而已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分钟级别的一个表达 例如说从一分钟的一个事件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那么前面 咱们明确的讲到过 尤其在18号的时候讲到 一分钟 一个中枢 两个中枢 趋势上 而且呢结构饱满 这个位置呢 一分钟级别反弹是随着可结束的 那么当前来看的话呢 那么 在一分钟图形上面来讲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反反向的一分钟中枢勾件 回落 然后呢 并没有被迟 没有被迟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分钟 像今天是内的一分钟的线段 可以把它当成第二个一分钟中枢来进行勾件 意思说呢 当前的观察视角是什么呢 后面 在一分钟图形上面来讲 中枢 中枢 这个位置的话呢 一分钟线段下的一个表达 考验一下 观察一下前面地点 不破前低 那么呢 是可以期待一个什么呢 可以期待一个一分钟 走私类型上的一个折法 然后呢 观察和前高的关系 不接触 不突破前面高点了 转换为五分钟的二脉 接触了前面的高点的话呢 这一段和前面这一段整体来讲 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好 这是一个 这个位置呢 不跌破前面低点的一个比较的关系 如果破一下前面低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观察 他们从三 从3099的位置以来的一分钟 走私内部 是否有背驰 如果说呢 有背驰 依然呢 可以期待有一个向上折反的动作 如果没有背驰的话呢 那么甚至以最近的一分钟中枢来进观 来进观察 以及呢 新的 山脉 以及新的一分钟中枢构建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当前当前的一个观察极点的话呢 就属于 可以对于市场走势来讲 一分钟 刚才这样的推演 那么对于五分钟层面来讲的话呢 对应的 我们来看 从3000 从2934到3099 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五分钟先端上而已 好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这是一笔上 一笔下 这一笔下呢如果说破一下前面低点 它还是3099点位以来的五分钟先端下的发展中 只不过呢 这个五分钟先端只要说不破前面的低点 那么五分钟二人买点可成立的条件 还是可以 就是还是具备的 就是还没有被打破 但是呢 后面 能不能 再给新高 以及呢 像这样的结构 它以什么样的一个起点呈现 力度如何 需要去跟 好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这是从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观察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创业版指数 那么像创业版指数的话呢 咱们昨天呢 包括今天上网盘也表达 那么其实当前来看的话呢 它是前面是一个顶分 但是呢 阴阳交替 阴阳交替的话呢 收在五军之上 它实际上是一个 最起码的顶分不强 好 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跳空低开的十字星 跳空低开的十字星的话呢 那么它最终收盘呢 是收在了五军的下方 收在五军下方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从 18号的高点以来 先观察线下一笔的可能 只不过呢 量能而言呢 它依然在五军量线的位置 也就是和昨天 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呢 它的量呢 还是有保持这个位置呢 是有一定的分歧和成绩 好 这是从量价关系 从事开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 那么呢 和前面的2887点 我以来的话呢 对应的 它是属于一笔下 一笔上 一笔下 这一笔上的话呢 只要不能把前面的这个低点给接触 它实际上还是属于 30分钟内三脉的这样的一个 定性 那么我们再来看分钟级别的表达 分钟级别表达的话呢 咱们前面 在18号的时候呢 就已经讲到 对应的 它是可以作为什么呢 一个一分钟中输 两个一分钟中输 三个一分钟中输 然后的话呢 有备词 反弹随时可结束 只不过从多一线的一个视角来先看待的话 一可以以二十 以二十六九这个位置作为一个观察点来讲的话呢 它是一个一分钟的向下无备词的一种状态 那么当前的一个直反的话呢 对应的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一分钟中输震荡而来去看待 好 这是一个观察视角 那么第二个基点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前面的一分钟中输 作为一个中输震荡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它实际上还是一个一分钟的中输震荡 那么这只是呢不同的观察点来去观来去看待的 但是它的一个后面的一个发展节点呢 因为这一段的下跌和前面没有被词 那么当前的话呢 如果说后面这个位置 向下没有触发新的被词点 那么呢不能买 向上折反 不能把这个中输给预过去 对应的 中输震荡 弱数状态 甚至防范什么防范三脉的这样的触发条件 所以说呢 对于创业版指数来讲 当前的一个观察节点呢 要么是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一分钟中输震荡最终什么的 最终升级为 五分钟中输 而后的话呢 期待向上的离开段 这是一种可操作的一个节点 就是不给始终不给三连买点 三连卖点 好 那么另外一种节点什么呢 另外一种节点就属于这个位置 能够从2469点位以来 带有明显的 例如一分钟向下有这样的一个结构被磁 然后呢 低点的也不破前面低点 甚至连半分位附近都能够 都能够在半分位附近能够止得住 用五分钟二连买点 一分钟被磁 或者一分钟强而买 或者五分钟 结合五分钟的二迈来进行把握 这是需要观察细节的 如果说这个位置后面的话呢 把前面低点给破掉过之后 这一段和前面没有被磁 然后的话呢 它是一分钟向下走出类型的延续 这是创业板指数当前的一个表达 那么我们再结合板块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其实这三天的话呢 咱们中年看待的话呢 其实更多是一种板块轮动的一个节点 那么像今天的话呢 像芯片 半导体 像5G 新创 物联网 区块链 其实呢 还是第一次启动的 科技方向 今天的再度活跃 那么呢 但是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最近这几天板块轮动 以及呢 分散的一个视角 就是热点是属于偏向于分散 然后的话呢 板块主要于轮动 主要于轮动的话 那么更多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咱们在反弹之初 对应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就属于先观察一分钟到五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生长 然后的话呢 不管是单阳不破也好 低气高抛也好 只能把它当成一个短线逻辑来进行 看待和跟踪 如此而已 好 那么至于说 后面的一个走势的演绎 而言 我们只要去跟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呢 下方 五分钟线线下的回落 只要不破前面的地点 那么五分钟的二点买点是 可以去观察甚至期待一下的 但是如果直反的力度不强 量能的话呢 也没有形成前面的这样的一个 量能爬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呢 对应的既然好就收 如果这个位置呢 形成日线的一笔下 这一笔下的话呢 对应的在前低附近破与不破呢 其实并不重要 但是呢 只要说什么呢 只要说一笔下和前面的保持中的背词的关系 它实际上是可以用 日线比中枢的一个视角来去用 增大的角度来去跟的 就是呢 通俗语言表达这个位置 想要出现起初的现象 连续的性的这样的一个下跌 目前来看的话呢 没有破前低之前 这个位置的话呢 暂且呢 还不用这么悲观 但是呢 他想要形成猛烈的上涨 当前呢 不管是从大的环境 还是从量能的一个表达 以及呢 板块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来看 这种乐观程度呢 也是一时半会儿看不到 所以说当前呢 用一分钟到五分钟走势的一个跟踪 来进行应对即可 好 如实应对 保持直观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复盘的一个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